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2016年的11月24号 星期四 农历10月25 我们来看今天下市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来关注正在福州举行的福建省第十次党代会 尤全同志代表九届省委所做的报告 在厦门代表团代表中引起强烈反响 大家纷纷表示 报告旗帜鲜明 语言精炼 文风朴实 是一份求真务实 鼓舞人心 催人奋进的好报告 张昌平 彭锦青 王惠敏 裴金家 郑道西 张建 庄稼汉等代表参加审议 张昌平代表说 报告提出 在上新台阶建设新福建 在建党一百周年前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主题鲜明目标提气 对全省人民是极大的鼓舞 过去五年 我省成绩显著 为未来五年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相信 经过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 我们的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报告专门分析了我省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说明省委在当前经济形势下 头脑清醒 实事求是 体现了问题导向 使今后五年的任务目标更加有针对性 报告对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进行了充分阐述 目标任务明确 我们将充分发挥政协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反映好社情民意 积极建言宪策的作用 有计划 有重点地选择一批 有前瞻性带动性强 可操作的协商议题进行调查研究 多提建设性意见建议 做到服务大局更紧更实 与人民群众更亲更近 张昌平说 建设机制活 产业优 百姓赴生态美的新福建 机遇与挑战并存 厦门应该进一步发挥经济特区作用 在机制上闯出新路 在产业上带头走高端 大胆是大胆闯 继续走在全国全省前列 郑道西代表说 党代会报告提出 再上新台阶建设新福建的中心任务 描绘了我省发展新格局 明确了奋斗目标 是今后五年发展的刚领性文件 厦门落实报告精神 要找准坐标定位 在对台交流交往 下张权同城化 高新技术产业 创新创业方面当龙头 要找准产业薄弱环节 补其发展短板 再引进龙头产业 大型项目和高端产业上下功夫 要找准发展动力 增强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张建代表说 从过去五年的工作看 省委谋篇有大局 决策有大举措 党的建设有大提高 展望今后五年 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 再上新台阶建设新福建 未来五年 厦门政协工作要找准目标定位 结合省委报告 继续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 围绕全市工作大局和方向 开展政协协商议政工作 要把政协监督作为完善权力运行制约的重要环节 推动参政议政更深入地开展 庄稼汉代表说 报告实事求是的总结过去五年的成绩 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和具体任务 完全符合中央要求和福建实际 厦门要切实把报告的部署要求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具体举措 要从六个力着手 切实增强产业竞争力 做大产业的价值链与效益链 切实激发发展活力 牢记特区使命 坚持先行先事 切实提高城市承载力 增强城市发展的系统性协调性 切实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 加强环境整治 加大节能减排力度 切实加强民生保障能力 构建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网 增强市民幸福感和获得感 切实提升执政能力 进一步强化从严治党 抓好作风建设 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堡垒作用 实现省党代会报告中提出的未来五年发展目标任务 着力创新驱动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是重要的一环 厦门作为全省科技创新的高地 未来五年如何继续加快转型升级 优化产业结构的步伐 出席省第十四党代会的厦门代表团代表展开了热烈讨论 省党代会报告中提出 要把创新驱动作为优先战略 努力建成创新型省份 报告还提到 要加快服下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 积极承接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努力打造科技创新智慧股和国家创新中心 在审议中 代表们纷纷结合工作实际 畅谈了对牢牢把握创新驱动主引情 着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转型升级调结构的看法 在机制上面 在工作的内容上面 都要创新 走创新之路 就是要特区要有新的转型 要让创新驱动成为特区的主旋律 围绕着机械装备制造 软件信息服务 商务商贸物流 文化演绎理由 为主导的四个现代化产业体系 我们要足够的梳理产业链切施的环节 补齐发展的短板 代表们认为 厦门在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制造 生物与新医药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 有良好的基础和优势 接下来 可整合打造一批 在国内外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推动产业迈上中高端 并加快发展物流 金融等现代服务业 要强化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培养和引进高层次人才 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改革者进 创新者强 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中间力量 我认为高等学校更应该先行先试 大胆创新 为其他各行各业的创新驱动 提供好的样本 我们自己的专业设置 真的要密切地对接 我们整个厦门 还有福建的产业链 我们真正地想培养 把我们的学生 把我们的现在的学生 培养成为好用的工程师 能用的工程师 具有较强归属感的 这种企业的工程师 本台记者报道 省第十四党代会的召开 在我是广大干部群众中 引起热烈反响 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认真 收听收看大会开幕盛况 对在上新台阶 建设新福建充满信心 近年来 同安区涌现出了一批 像顶村村 安鲁村 这样富有特色的乡村 这些乡村通过不断改善环境 发展乡村旅游 投资修建农业等方式 推动农村产业转型 带动乡村百姓致富 甩掉了多年来 交通不便 贫穷落后的帽子 这次省党代会报告里提出 以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拓展对内对外开放空间 增强内生动力 激发发展活力 让基层党员干部 对今后的乡村发展 有了更多的期待 通过这一次我们党代会 我感觉说我们农村这一块 就是说今后我们的 像我们乡村旅游的发展 民宿的发展 这个都可以提高我们村民的基地收入 我感觉是说在今后五年 这段时间在我们顶村 可以做到一个非常规范 非常大的一个民宿情 还有我们乡村旅游情 今后五年 让我们按照这个党代会的精神 把我们这个美丽乡村建设了 更加美丽 给我们的村民更加幸福 省第十次党代会报告提出 再上新台阶建设新福建的奋斗目标 为福建厦门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 要宁心俱力奋力拼搏 为加快建设机智活 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 贡献力量 我作为基层文化工作者 我觉得最后的五年 我们对公共文化这一块工作 应该再提升 然后让更多的百姓 享受到这个公共文化服务 通过这次的学习 把这个文化产业跟体育产业 包括旅游产业 更加融洽地结合在一起 把福建这个文化的品牌 下面的汇物质文化遗产 七线调推上更高的一个台阶 我希望未来五年 我们新城是朝着墙配套 促繁荣出效益的方向去发展 那我相信极美新城会成为 一居一叶的环弯生态型新城 本台记者报道 再上新台阶建设新福建 今天我们聚焦厦门的协调发展 在厦门 协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 推进岛内外一体化的跨岛发展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厦门城市一直是只有厦门岛这个拳头 随着近几年来 岛外各区的发展提升 如今这个拳头已伸展开来 在逐步实现岛外区域协调发展的道路上 迈出了坚实步伐 沿着极美新城城义大街一路向北 一座家庚建筑风格 气势宏伟的产业园区逐渐映入眼帘 这就是厦门软件园三期 与岛内软件园一期二期 形成三轮驱动的态势 软件园三期布局岛外 意在推进产城融合 形成新的产业发展级 蓝思通信原先入驻在岛内软件园二期 这几年因为企业发展速度加快 人员配备增加 企业在场地饱和之后 开始着手往岛外搬迁 刚好我们厦门市委市政府 就是有推出岛内外一体化发展的战略 有开发的软件三期 我们当时是觉得应该非常适合 我们公司的未来一个发展的战略 所以我们决定在软件三期 购买两层四千名起步机 截至今年九月底 软件园三期已经有233家企业 入住并经营达产 到明年的话 我们预计还有16栋的研发楼 以及公寓楼 陆续将交付给企业使用 到今年年底 我们预计软件园三期将有 75亿的一个营收 这是硬件方面 那在软件方面的话 我们园区的一个特色产业集群 商业配套体系 以及15分钟的生活圈将基本形成 厦门的跨岛发展 不仅仅是对一个片区的开发 更是从产业 城市配套 片区功能定位等方面 形成可持续的长远发展规划 今后五年 我是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 迎来更大的拓展空间 呈现更多的产业成果 建设五大发展示范室 必须破解发展难题 补齐二产偏小 三产偏慢 带动力不强 岛内外发展不平衡等短板 跨岛发展战略 则为我们破解这些难题 提供了一把金钥匙 未来五年 全市将进一步拓展优化 一岛一带多中心城市空间布局 推动城市格局跨岛拓展 产业结构跨岛优化 公共服务跨岛覆盖 人文内涵跨岛提升 在这个过程中 地铁一号至四号线 祥安机场 海舱新港区 两环八设城市快速路系统 产业基地主路网建设 快马加鞭 快速建成的铁路公路 空中交通枢纽 就像是一根根庞大的血管 为厦门这个激情跳跃的心脏 输送着源源不绝的动力 在加快推进岛内外一体化的同时 我是还将加快下张权同城化进程 积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凸显厦门这座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今天下午 我是举办金庄会务文宣筹备会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 在省委市委先后召开 金庄会务筹备工作会以后 我是宣传系统 也在第一时间积极响应 全力参与到金庄会务的筹备工作中 市委宣传部 根据省筹备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 以及全市动员部署会议要求 结合宣传系统工作实际 成立了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叶崇耕为组长的 市宣传文化筹备领导小组 确保高效完成文艺宣传 与志愿者保障等各项筹备任务 同时按照要求 迅速启动金庄会务 汇标设计 官网建设和新闻中心建设的筹备工作 市委文明办围绕迎接金庄会务主题 抓紧研究制定厦门市公共文明提升工程 2016年至2017年实施方案 提出从礼仪教化 素质强化 服务优化 环境美化 典型深化等五大行动入手 引导社会各界和市民 以主人翁姿态参与 与此同时 市委文明办结合市民文明素质提升 文明城市创建考评 志愿服务工作 先后召开 厦门市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会 及八部行为规范推进会 创建文明城市城区工作动员会等 精准助理金庄会务筹备工作 市委文明办还升级改版 与全国互联互通的志愿厦门信息系统 接入爱厦门一站式会民服务平台 拓宽市民参与志愿服务渠道 为做好金砖会务筹备工作 夯实基础积蓄力量 由市委文明办牵头的 厦门市公共文明提升工程 也已经正式启动 市文广新局任正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 启动金砖会务各项筹备工作 向市召集艺术指导委员会专家 各艺术院团长等主创人员 谋划本市具有代表性的 文艺节目精品的晚会节目清单 为下阶段工作做准备 厦门日报社与市委文明办联合启动 金砖会务厦门市民文明公约征集活动 提升社会关注度和参与度 厦门广内集团也在第一时间 启动金砖会务报道 开辟新闻专栏 办好金砖会务人人都是东道主 为金砖会务在下举办 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本台记者不到 为了更好的筹备金砖会务各项工作 建构与传播厦门良好的城市形象 今天上午受市委宣传部的邀请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孟建 在市委党校举行城市形象建构 与传播战略专题讲座 全市宣传系统各相关单位的领导干部 400余人在现场聆听了讲座 并引发了热烈讨论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孟建 常年致力于研究城市形象建构和传播 承担过上海世博会 G20杭州峰会等重要活动的城市形象设计 在他看来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成就 展现的是一座城市的硬实力 那么城市形象则是城市软实力的核心 明年9月金砖会晤将在厦门举办 这正是厦门向世界展示国际化城市形象的大好时机 对厦门搞好这次活动充满信心 因为厦门的起点高 起点高 底子好 这次中央选择金砖五国会晤放在厦门 是中国又一次向世界亮出一个样本 孟建说 G20杭州峰会向世界亮出的是 中国城市的一份经济样本 厦门则应该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色和内涵 构建一个多元立体且独一无二的城市形象 文明是厦门的一个亮丽的底色 这一点我就觉得千万不要把它丢掉 任何一个城市形象 都要在原油的基础上 利用好这样的一个国际会议 有更好的提升 讲座上 孟建举例生动 观点鲜明 阐述了如何从策划 塑造 传播 维护这四个纬度来构造城市的软实力 现场听众反响热烈 大家纷纷表示 要为打造和传播厦门良好的城市形象 主动作为讲好厦门故事 提升城市精神的凝聚力 广泛宣传和发动全市人民 积极参与金砖会晤的各项筹备工作 自觉当好东道主 发挥我们全媒体的力量 广泛地来宣传群众 发动群众 发挥我们广电的媒体的独特优势 通过制作装底片等等 来参与的厦门城市形象的策划 开阔提炼和展示 尤其要发挥下面卫视的对台 对外的旋转平台作用 让下面的良好城市形象 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互联网的时代 那么城市形象的传播 既要注意充分发挥我们传统的 主流媒体的这种引导力 同时也要注重发挥新兴媒体的作用 能打通线上和线下 这样子才能形成一个这种 全方位的立体化的这么一个传播的格局 那作为我们一个基层的宣传干部 一定要利用好我们的宣传工具 通过包装提升 然后把我们的厦门的文明 把我们的海洋文化推介出去 提升我们城市的形象 通过这个金专会议 能把我们厦门的文化推介出去 比如说男鹰 鸽子戏 高甲 还有我们的小白鹿各种 希望大家能感受到厦门的 这个城市文明 城市文化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叶崇庚 听取了讲座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 厦门市委宣讲团成员 分别走进吉美区和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给广大基层党员领导干部 宣讲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昨天上午 市委宣讲团成员 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林昭辉 为吉美区机关企事业单位 社区农村党员领导干部 高小师生 部队官兵代表 做宣讲报告 昨天下午 市委宣讲团成员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戴志旺 来到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为教育系统党员领导干部 以及高校师生做宣讲报告 两场宣讲会主题鲜明 内涵丰富 从充分认识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的 重大意义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全面落实党内监督责任 领导干部 特别是高级干部 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等方面 深刻阐述了六中全会精神 报告会后 两位市委宣讲团成员 还与现场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 我们要把全面从严治党 履行到平时工作中的方方面面 然后让广大的党员 就是普通党员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在以后进一步的 端正自己的认识 为祖国做贡献 扎实地端正好自己的技能 在会后的话 就是深入了了解跟学习 十八届六中全会的精神 并且将这个精神的话 带入我的课堂 向我的学生传达跟传播 他更加坚定了我入党的决心 让我以后在学习和工作中 更积极向优秀的党员前辈们 看齐靠拢 本台记者报道 欢迎回来 下面我们继继续来关注系列报道 对口支援西步行 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夏天 好的 2010年我是与甘肃临夏州 确立东西扶贫协作和对口帮扶关系 并于2015年向临夏州 派出了挂志小组 协作帮扶以来呢 我是投入对口资金1.55亿元 实施教育基础设施产业等 对口帮扶项目66个 临夏州位于甘肃中部 距离省惠兰州 约两个小时车程 在临夏州广河县 横跨广通河的这座新桥 一边连接康家村等四个村庄 一千多户人家 一边连接三甲基镇 给当地人的出行带来了不小的便利 为了感谢来自厦门的原建者 当地老乡给大桥取名为鹿岛大桥 康家村村民马大爷告诉记者 这座桥建成之前 他们到镇上绕路要走一个多小时 现在只需要五分钟 除了修建大桥便利当地群众出行外 来自厦门的对口支援干部 还为临夏的产业发展 搭起了另一座桥 临夏广河县的皮革茅房产业 具有一定的基础 伴随着电商发展大潮 当地老乡纷纷在淘宝上开启了网店 电商带动了群众脱贫 但如何做到更加精准呢 厦门对口支援干部在调研中发现 目前广河县电商业者 普遍规模小带动力不足 急需从全线高度进行规划统筹 那么我们就引进了夏门大学和西安大学的联合课题组 来帮他们做电商课题 那么通过他们课题组的工作呢 帮助广河县已经申请下来全国电商示范县 那么通过这个平台的建设呢 就能够带动广大的这个贫困群众呢 他们来给这个电商平台呢 提供产品脱贫自负 扶贫先扶至至穷先至于 在我市与临下州的协作帮扶过程中 超过一半的帮扶资金都用于教育项目的建设 一大批以厦门命名的教育基础设施 正在临下州的黄土地上发光发热 建校与1923年的临下中学 是临下州办学历史最悠久 影响最大的一所高级中学 现有学生6850名 眼前这栋名为厦门楼的综合教学楼 看着格外亲切 这里是临下中学高一高二年级学生上课的地方 去年 临下中学新校区建设面临资金困难 厦门市原建小组办公室得知情况后积极联络 帮助学校解决了一千万元的资金缺口 新校区建成后 厦门的原建干部们又积极联络 促成厦门六中和临下中学达成对口帮扶协议 今年5到10月份 临下中学先后派出三批 共109名教学管理人员 到厦门六中开展学习交流活动 厦门六中等学校的骨干教师 也来到临下开展帮扶支教活动 新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的碰撞 让临下中学的老师们受益匪浅 尤其是在10月份 厦门市特级教师协会 专门派了15位特级教师 到我们临下中学来 开展松教活动 不光是我们老师得到提高 我们高三的学生当中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除了普通教育外 我是对临下的对口帮扶 还延伸到特教领域 在临下州特殊教育学校 一进入校园 首先映入眼帘的 就是这栋五层的下新楼 而在这栋厦门原建的大楼落成之前 学校只有一栋教学楼 一楼是厨房 二楼是师生宿舍 安全状况令人担忧 现如今 宽敞明亮的教室里 同学们不仅可以学习 手语等基础知识 还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 掌握剪纸 烙画 多画等传统手工制作技艺 我学习了缝纫 还学了串珠 我最喜欢刻葫芦 未来我想当一名画家 那么要真正地让这些孩子 就是说帮助他们 自立自强 自己养活自己 必须要学到一尽知识的基础上 要掌握一致两能熟练的技术 才能就是自己养活自己 才能帮助甲晴竞中脱贫之父 五年来 在我市帮扶零下州的 1.55亿元对口资金当中 超过一半用于教育项目 22个教育元件项目 不仅在范围上覆盖了 零下州的七线仪式 同时在教育体系上 覆盖了从幼儿园 小学 道职业学校 特殊教育学校等各种类型 大大提升了 零下州教育的软硬件水平 本台记者报道 感谢收看今天的下车新闻 更多内容请观众 下方广电的微博微信 和看下我们手机客户端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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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